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小杰 今天要介绍两款New Brands 那其实这两款鞋是在4月多5月发售的 而且其实我第一时间就在美国官网抢到 还蛮多双的 只是因为我们最近比较忙 比较多企划跟计划在进行 所以拍摄上有点延误 但是还是一样开箱给大家看 那今天最重要的是 这两款鞋会摆在我们的网站上贩售 那贩售金额当然就是原价 这个是185美金 这个是195美金 加上国际元费大概是6000、6000多 我们这个虾皮卖场还是一样会继续经营 比较早期就在关注我们的 应该知道我们不定时会放一些 英美制限量的鞋款上去我们的卖场 那基本上都是原价贩售 甚至会有折扣价格 贩售的原因不外乎就两种 一种就是我们拍片的素材 然后希望可以亏一点点钱就好 卖掉不闲 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看到 哇!真的很甜的价格 原价折扣价 我们觉得一定会有人想要买 那我们就是买回来 再给真的喜欢NUBEZ的人去买 可以用原价甚至折扣价格 去买到自己喜欢的鞋款 那因为虾皮现在的手续被子不怕 如果是刷卡的话又是在家 然后现在很难免运 免运门卡还不高 所以一双6000块的鞋子 弄一弄我们可能必须得卖6000、6000、7000、8000 所以这跟我们当初设定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甚至有些人可能还会觉得说 我们现在卖鞋都要赚钱 但其实我们没有 我们甚至有些鞋还是亏的 亏本在卖这样子 那之后的话一些高价位的鞋款 其实大家可以到我们这个网站去买 基本上是没有手续费 然后免运门槛也非常低 那一些低价位的东西 比如说像我们有卖的吉比橡皮撒 还有麦克宝的鞋带 都一样可以在夏皮买就好 因为它加5%的手续费 大概就是加5块10块台币 但是一样这些东西 有在我们的网站上贩售 我们的网站 购买东西也非常简单 也有获到付款等等 那最后 如果你想要支持我们 可以买起我们周边的商品 像刚才讲的鞋带 像平常甚至我们的树体等等 这个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了 让我们有一点收入 可以继续运作下去 可以更快的出片 好我们进入正题 先讲一下好了 这两款鞋其实我买回来到现在 几乎没有仔细看过 因为最近太忙 这次出的是V1 V2 V3 所以是一系列的 那先讲一下鞋盒 鞋盒它是有点额黄色米色的 然后美式鞋款的鞋盒 是特殊的 因为前几年的美式鞋盒是这样的 有点银色的 这个大概是18到2021年的 美式鞋盒 几乎都是这样 那在前面一点 好像有红色的 甚至还有蓝色的美式鞋盒 那今年的美式鞋盒改是这样的 就是有点浅灰色的 看鞋盒你就会知道说 它是有点特殊款或限量款都好 那这双990 V1它的型号是 M990 TA1 其实V1啊 在我的感觉里就是非常OG 非常复古 简单的鞋型 非常老 就是一个大人质的泡鞋 很多人可能会把它跟996搞混 甚至有人会把它跟574搞混 对 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大人的 这种跑鞋的型号 其实990 V1系列 在9系列里面算是很 比较单调的 就是它没有 它的设计上就是比较 简单一点的 它的外观我觉得 这次的调色 我满喜欢的 因为19年的复刻的V1 还有后来出的 小红标的PS1 我都会买 都是属于比较冷灰浅灰系列的 那这次这种有点 中灰的感觉 然后有一点 做旧的底 中底 米色的底 还有这后面的皮镖 我很喜欢 我觉得很新鲜啦 比较少 很久没有看到V1 有一个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配色 然后顺便一提 它这个网眼的部分 有做一点点 丝绸感吗 还是反光才行 其实 搭下来还不错 就让你整双鞋没有那么暗 它有一点稍微的小细节 我自己很喜欢V1 那再来就是这双9900V2 它的型号是M9900TD2 对 我真的没有开箱了 我以前觉得很丑 因为它内侧的这个 哇凸起来了 我觉得 我以前都觉得是傻小 对 甚至就是外面啊 内侧这样的 我觉得 是傻小 可是我觉得9系列啊 就是有一种魔力 就是 你看久了就蛮喜欢的 可能就是因为它的 层次感啊 材质啊 6秒啊 就会让你觉得 哇 很赞 对 那V2其实我觉得 在9系列里面 算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 因为 你看992、993 甚至V3、V4、V5 都有一点点像 那V1不用说嘛 V1像的就是 574、996 那V2像的鞋块 应该是几乎没有 或者很少吧 所以这双鞋 是真的蛮特别的 就是你一看就好 这是V2 你不用去细看说 这是V3、45 那以往来说 V2的配色上 在后面这一块 都会做比较大的分色 所以比较没有那么协调的程式感 因为大家回想一下 992、993 992 V3、V4 其实它们 NUBEX很会在同一个设系上 去做层次感 992圆主灰 它上面会有好几种材质的灰色 用材质 然后用浅灰深灰 浅浅灰 去让你有层次感 这样的好处是 不会那么单调 然后又不会那么 那么调 对 就是有一种 有一种低调奢华的感觉 就是有一点 有点闷骚的感觉 这种棕色啊 大地色啊 复古色啊 像Essential这种 这几年很流行的 甚至说复古底 奶油底 流行花蕾灯奶油底 然后做旧底 等等 这个感觉就是很像 整双就是米色 鞋盒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蛮跟风的 所以说品牌方都跟风 我们为什么不能跟风 其实我比较不解 有些人说 我会说 现在买new brand是跟风 然后我就喜欢更流行 我觉得他们这次的配色 我很喜欢 然后会想要收集 因为其实上次的VS1 VS2 VS3 我好像都有买 但是后来怎么再瘦掉了 看久了 基本上你就会觉得 它就是在圆祖灰的上面 做一点小变化 调一点点色 然后加一个小红标 其实蛮无聊的 看久了 其实有可能 圆祖灰还比较好看 那这次这个系列 是完全整双鞋有调过色 然后有做搭配什么的 整双系列 系列感的意味很浓厚 所以我蛮喜欢 会想要再收集一次 不然我很久没有想要再收集new brand 因为这几年其实 new brand动作太多了 因为很成功嘛 32757是便宜的鞋款 它也要302 高价的鞋款 这种也是各种联名 有些我觉得不怎么样 像Drum的有好几种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是丑的啦 对 但是价格也是居高不下 就是我们的品位没有到哪 我完全不知道它的背景 连绵背景或是限量背景 我就是买到这双鞋看 我觉得哇值得买 外观上绝对是非常好看 我可以很高分 我很喜欢 舒适度 其实这两双 在new bansan里面 都算不好穿 可是其实不好穿 是跟new bansan 992 993 比 那其实它还是有做一些气垫 V2的气垫 我记得它还是有一个技术 不知道什么技术 对 所以跟一般的平底鞋 像Dunk Converse Vans 那种 其实应该还是算好穿 对 所以我自己不会那么纠结 我觉得买鞋就是 稍微窄一点 炫头窄一点 然后好看 OK啊 对啊 要那么舒服 你就买别款 对啊 每一款有每一款的特色嘛 材质上 V1的是做的有点反光 V2是没有 有它的细节在啊 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 它有一个购物体验 它的鞋盒 它里面都有附一张明信片 跟你附鞋带 那鞋带就是学我们嘛 鞋带就是一个是奶油色的鞋带 一个是白鞋带 就是学我们的虾皮 因为我们卖的好 明信片上面就是前面有一些鞋 后面有一些9系列的鞋 然后上面很黏粉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购物体验 就是当你买这双鞋收到的时候 打开看到这个鞋盒 特别打开有一个明信片 有一个鞋带 再看到这双鞋 哇干 质感爆 然后你想象一下 这双鞋很好看 就是从这个鞋盒里面拿出来 就好看耶这双鞋 就是现在我们追求的 就是这种购物体验嘛 尤其是你花了这么多钱买鞋子 其实这些细节无伤大胺 但是很重要 毕竟我们跟风也要跟着有 有仪式感 所以这系列我觉得 如果价格合理 其实可以买 在台湾的 贩售价格是8000多 然后好像是要排队购买 那就算是9000多 1万多千 就是价格1000多块 别人外来排队 然后先掏钱出来 放你街上 囤着 其实加1000多块 我觉得还好 而且现在实行很贵嘛 像我们的工作室 请一个工作生实行是180 所以真的还好 而且New Balance 我觉得花个 六七八千 甚至万 是勉强可以接受 越有实用眼镜的话 越有味道 是可以穿很久的鞋块 但是如果 但是如果 你想要买更便宜的话 可以到我们网站上买 大概有快十双左右 难鞋 所以今天的结论就是 这双可以买 然后我自己很喜欢 对 我应该也会想要 自肥一双下来 好 那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 那最后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或者有什么更好的一些推荐 可以在下方留言 下次见 拜拜 都可以 对